早安 国家首先来看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最近是连续两天前往多处的军工厂来视察 包括了生产多管火箭炮运送车辆的工厂 还有生产狙击步枪的工厂 那么最后媒体发现 北韩官媒释出的照片里面 是有强烈暗示伟大领导人金正恩 他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那么金正恩视察狙击步枪工厂的时候呢 他就白出了这个瞇着眼 用步枪瞄准射击目标的姿势 那么接着出现的照片当中 显示标靶正中心满分十分的区块 是有五个距离很近很近的 这个弹孔是在十分的地方 所以呢 当然大家都自然联想 这就是金正恩的设计成果 这也暗示呢 金正恩他是有百步穿扬的神射技能 宛若勾勾力建国使作朱蒙在世 那么日本独卖新闻就指出 金正恩他近期呢 是试图想要神化自己 包括呢他是公开最新的政治宣传歌曲 亲切的父亲来歌颂自己 同一个时间呢 他有大秀军事接肉 这也让南韩是特别警惕 希望中国大陆在北韩的立场上 是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那么南韩外交部长赵对立 在13号上午抵达了北京 并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会谈 两个人就双边的关系 还有各种的地缘政治冲突 还有当然是北韩的问题 双边呢是进行了大概 四个小时的深入对谈 那么赵对立就表示 韩中应该是要管控好分歧 不可以让分歧上升为冲突 那么王毅则坦言 近期中韩的关系面临很多的波折 还有考验是明显的增多 他还亦有所指的表示 中方愿意和韩方加强沟通往来 排除外部的干扰 推动中韩关系取得一个全新发展 王毅表示希望韩方与中方一道 坚守两国建交初心 合力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希望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妥善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赵对立表示希望此次访问 成为韩中关系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韩方不赞成零和博弈 希望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 那么赵对立强调即使韩国加强 韩美关系也不会忽视了中韩关系 那么双方除了就双边的关系 各种地院正值冲突来进行 四个小时的会谈 也未可能在月底会登场的 中日韩三方峰会 做一个最后的协调 那么其实在赵对立他启程之前 他人都还没有到北京 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 就先透过了社评 点名南韩近年是追随美日 介入了台湾还有南韩问题 那么这次峰会是给南韩 提供一个纠篇的机会 也就是改正的意思 颇有一个先放化的意味 那么特别是中非在南海问题上 他们在今年夜来是持续的较励 不少分歧在这个区域都发生 那么这个战线是从仁爱礁 黄岩岛不断不断的延伸 美非日前在南海举行 兼并兼的联合军业 那么同一个时间 共军的南部战区海军 也组成了训练编队 赴南海来展开一个实战化的训练 那么在美非联合军业 才刚刚结束 大陆昨天就在黄岩岛的海域 有再一次的出招 他们进行的是常态化的训练 并且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们是首次释出了 黄岩岛的一个空拍的画面 那么可见大陆渔船 在黄岩岛的海域来作业 至少是有四艘的渔船 具有高度的针对性 那么大陆央视旗下的媒体 预言谈天在昨天的时候 他们就发布了海警 在黄岩岛附近常态化训练 那么强调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文字呢 是写我黄岩岛来展开 那么训练内容是海上的救生 模拟呢这个人员落水的画面 对此参演的穿山舰 是启动了这个救生程序 将落水的人员捞起 并且是急救 那么与其同时央视也首度 发布了黄岩岛的一个空拍画面 形容呢 他们是独家的俯瞰了中国的黄岩岛 特别强调他们是中国的黄岩岛的这个壮丽风光 那么除了是以空白机从远处穿过了云层 俯瞰黄岩岛的环礁以外 他们还分别是释出了水面 还有水下近距离的拍摄 他们的珊瑚礁的相关画面 而且还出现了一艘中国的海底船 在内的四艘渔船 行驶在这个黄岩岛的环礁外围 那么可以看到呢 现在他们一方面是释出战训的 实战演训的这个画面 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在黄岩岛发布这个壮丽风景 陆方呢似乎是以这个不同的方式 重申他们在黄岩岛临近海域的立场 宣誓主权的意味是非常的浓厚 那么同一个时间 菲律宾也就指控了大陆海洋触角 延伸到了仙兵礁 展开了填海造陆 那么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 南海问题的发言人就指出了 仙兵礁出现了这个小规模的填海现象 而这个呢 中国大陆最有可能他们就是造势者 对此 菲律宾将会出动船只 来监控中国在南海地区 人工岛造这个人工岛的活动 因为菲律宾认为 大陆希望利用仙兵礁来改变南海的走向 那么对此 大陆外交部也回应了 表示呢 汪文璧就表示 菲律宾的说法是纯属造谣 要求菲律宾要妥善地处理 南海分歧 菲方对中方的指责毫无根据 纯属造谣 近一个时期 菲方多次散布谣言 蓄意抹黑中方 试图误导国际社会 这种行径是徒劳的 我们敦促菲方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直面事实 尽快回到通过谈判协商 脱出涉海分歧的正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